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关联民众大呼震惊 经济学人称习近平重振经济都是昏招 他觉得国家安全与繁荣更重要 耶伦警告中国商界支持俄罗斯后果严重 日美澳飞联合军演针对中国不含蓄 最重要的是保持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航空自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扬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 陆扬 好的宇宙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一4月8日 结束在中国为期4天访问之际 向中国的银行和出口商发出警告 如果你帮助增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 华盛顿不会放过你 耶伦在美国驻北京大使官邸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书面讲话中强调 公司包括中国的公司 绝不能向俄罗斯提供对乌克兰战争的物质支持 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将面临严重后果 东台湾花莲强镇进入第6天 当地搜救队集中精力搜索 最后在山区失联的6人 但是除了这6人仍生死未卜之外 不少花莲重灾区的居民几天来 已经出现创伤后的压力症候 当地的餐饮 旅游业者告诉美国之音 花莲观光经此一阵 恐大半年无法复苏 花莲未来的重建之路将相当漫长 瑞典星期一报道 瑞典政府已经将一名中国籍女记者驱逐出境 并指控她对瑞典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美联社根据瑞典电视台的消息报道说 这位没有被透露姓名的中国籍女记者 现年57岁 去年10月被瑞典安全机关逮捕 上星期被瑞典政府驱逐出境 澳大利亚众议员议会情报 与安全联合委员会副主席 安德鲁华莱士4月8日 在台湾总统府与蔡英文总统会面时 提到了安全合作的议题 华莱士说 我们的伙伴关系 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 对区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台湾与澳大利亚有着共同的利益 打造基于规则的开放与包容的印太区域 我们团结一致 反对任何对区域稳定构成的威胁 蔡英文总统在会面时说 美国总统拜登 本周将在华盛顿主持召开 美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的双边 以及三国高峰会 强化三个盟友之间的 经济与安全关系 以应对来自一个 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强势中国的挑战 并试图管控朝鲜以及俄乌 和以哈两场战争带来的风险 路透社报道说 拜登星期三与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举行的双边峰会 将让美日之间的防卫合作关系 进一步升级更新 拜登星期四也将与菲律宾总统 小费迪南德马克思 在白宫举行双边峰会 拜登与马克思随后 还将与岸田文雄一道举行三边峰会 共同商讨如何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 应对中国 对菲律宾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香港立法会3月19日无异议通过一项 备受各界关注的重大国家安全法案之后 美国政府强力发声谴责这一法案意在消除香港境内以及境外的异议 但是由于华盛顿后续采取的具体反制行动非常有限 因此令支持香港民主和自由的组织与民众相当失望 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国务院拒绝透露或评论后续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 但是表示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当中 宇州 好 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耶伦表示 担忧中国过剩产能 不是为了反华 请你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星期一4月8号说 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他说 指出中国日益过剩的工业产能 对美国和全球构成威胁 并非出于反华情绪或者是脱钩的意愿 而是为了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 耶伦在结束访华之际举行的记者会上 阐述他此行的成果时说 美中在包括就平衡增长 展开对话等三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下面请张伟分享美国之音记者 丽雅和思扬的报道 张伟 好的宇州 思扬和丽雅的报道介绍 耶伦在结束访华之际举行的记者会上 阐述他此行的成果时说 美中在包括就平衡增长 展开对话等三个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他与中国官员的对话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耶伦说 首先和副总理和我同意 就国内和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 展开深入交流 这是我为美国工人和企业争取权益 以及更好地了解中国某些宏观经济政策 所做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向中国高级官员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中国经济的一些特点 对美国和全球的负面溢出效应越来越大 耶伦此行最大的任务之一 是与中国经济官员 就工业产能过剩问题进行对话 他在与中国总理李强 副总理何立峰等经济领导人会谈时 都一再强调这个问题 他告诉中国官员们 中国经济的一些特点 给美国和全球经济 带来越来越负面的影响 我尤其担心中国长期存在的宏观经济失衡 即家庭消费疲软和企业过度投资 而政府对特定产业部门的大规模支持 又加剧了这种失衡 将如何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和企业 带来巨大的风险 李强办公室发表声明称 美方应避免将经贸问题 反政治化 反安全化 在记者会的答问阶段 纽约时报的记者指出 李强的声明似乎表示 对耶伦提出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关切 不屑一顾 对此耶伦说 我相信他非常清楚地听到了我的看法 即如果不解决的话 这将是一个损害美国工业和企业利益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在耶伦即将结束对中国访问之际 应中国外长王毅的邀请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星期一抵达北京 对中国开展正式的访问 有分析认为 王毅在耶伦未离开北京之际 邀请拉夫罗夫访华 应该有政治上的考量 耶伦说 他与中国领导人也就国家安全等问题 进行了艰难的对话 拜登总统和我决心全力阻止 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 并帮助其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物资流 我们继续关注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任何公司 在俄罗斯军事采购中所扮演的角色 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 拉夫罗夫与王毅将就乌克兰危机 亚太地区局势等一系列热点话题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两国外长还将就双边合作中的广泛议题 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进行探讨 好 谢谢张伟 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和思扬的报道 耶伦表示担忧中国产能过剩 不畏反华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中国核电是否野蛮生长 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 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 我们的梦想 希望 和期盘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 在美国之音 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观约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办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 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实施经纬 中国近年来加快核电发展的速度 目标是超越美国成为第一核电大国 专家担忧中国核电扩展速度太快 由于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 和信息不透明 外界难以得知安全是否达标 以及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 许湘云的报道 好的宇宙 许湘云的报道说 在三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 中国广核集团副总经理施兵 在有关电力脱炭的会议上表示 中国的核电装机已经超过1亿千瓦 用他的话说 今年肯定会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核电大国 2022年和2023年 北京连续两年核准了 每年新造10台核电机组 中国目前有26台建造中的核电机组 为全球最多 全球有16个国家在建造新的核反应堆 中国的核电站数目占总数将近一半 中国近年来加快核电发展速度 引发有关扩展速度太快 安全和监管是否到位的担忧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 马克·西布斯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核电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权力集中 政府控制了这个产业 核能技术公司为政府所有 并在财政和政治上为这些公司提供支持 政府还干预电力市场中的定价行为 然而 极权政治给中国的核电安全带来两个问题 首先 很难确定中国未来是否有能力和资金来监管一两百座核反应堆 再者 尽管目前看来中国的核安全记录似乎尚可接受 也存在由政府支持的核监管机构 核电站并未发生重大核事故 一切看似都在掌握之中 但是 实际的监管情形 外界无从得知 存在安全隐患 西布斯说 中国的制度不是一个透明的制度 公开信息很少 有关中国核电设施运行和监管的公开信息受到严格限制 所以 外界并没有真正从中国获得很多相关的信息 在核电站运行的安全监管方面 偶尔在特殊条件下 外界确实听说过可能涉及安全事务的问题 但总的来说 世界公众对中国如何监管该行业的细节一无所知 皮斯堡大学商学院教授拉维·马达范对美国之音表示 对于像中国这样 电力消耗非常大的工业社会来说 拥有可靠且无污染的基本负荷电力来源很重要 而大型核反应堆能高效提供大量的能量 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有其弱点 因为它们是间歇性能源 通常不能依赖它们来提供基本负载功率 从工业经济角度看 核电发挥重要作用 从环保角度来看 核电取代煤炭等污染更严重的能源形式 改善空气质量和污染问题 然而 马达范对核废料带来的安全问题感到担忧 这个问题长远看来 需要得到解决 马达范说 我认为 辅导事件的影响 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和核废料等问题 将成为更重要的议题 随着核工业规模的增长 运营的核电站越多 核废料就越多 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 理论上是这样 在政策方面 中国有回收或再利用大量核废料的政策 但这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谢谢陆阳 分享美国之音记者 许湘云的报道 中国核电是否野蛮生长 接下来 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 日美澳飞首次联合军演 针对中国不含蓄 请你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 星期天在南中国海 举行了首次联合海上军演 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美澳三国有意彰显 与菲律宾的团结 那么本次军演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节目主持人许波 采访台湾时评作家 汪浩博士 和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 王洪仁博士的精彩片段 首先我来请教台南的王洪仁教授 以您的观察 四国联合军演有什么主要看点 我觉得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你从形式上面来看 菲律宾有两艘的巡逻舰 美国是有一艘的战斗舰 然后日本有一艘的驱逐舰 跟澳大利亚的护卫舰 每一个派出的军舰有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队位 不同的攻击的力道 但是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整个是以美国的战斗舰为主的形态 这个意思就非常清楚了 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菲律宾保卫南海 可是实际上是美国为了到时候在南海跟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 所做出来一个阵仗来做这个演习的演练 这是我第一个解读 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四国的这个联合的这个战斗演习里面 我们还要看到的是说 其实他们早先 方方怎么样互相的来去做这个 这个联合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合作这个态势 对于地区安全的合作上面 其实早就已经有一些合作的模式了 我们看到说这个 美英澳 他们本来先前成立了 这个叫做AKUS 这样子的一个军事联盟组织 打算要邀请日本加入变成是所谓的第二支柱的角色 那就把日本的角色加进来了 那第三个是说 菲律宾你看到 他自己在准备跟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抗的模式上面 其实他某一种形式上面 跟日本跟美国早就已经有所谓的这个相互的这样一个军事合作的准备了 好的 澳大利亚为什么也要来蹚这趟浑水呢 我来请教台北汪浩博士 这个问题我们很快回顾一下历史 就是本质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对日的旧金山合约规定 日本放弃对于南海诸岛的主权 但是并没有规定 他放弃了主权以后 这些南海诸岛的主权归谁 也就是说从美国和澳大利亚 这些签署旧金山合约的国家的角度 他们认为南海诸岛实际上主权是未定的 而美国一贯对于这个南海主权归属的争议是采取中立立场的 但是对于美国和澳大利亚来说 最重要的是保持在南海的航行自由 航空自由和贸易线路的航运自由 大家都知道南海是每年有将超过三兆美金的贸易额通过南海地区的 那他对于澳大利亚也好 对于日本也好 对于南海周边国家也好 对于美国 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贸易航线 因此对于美国来说 澳大利亚在这方面长期是同意美国的观点 保护南海航行自由是全世界的共同利益 听众朋友 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汪浩博士和王洪人博士的精彩片段 日美澳非首次联合军演 针对中国不含蓄 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 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 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接下来我们关注欧美联手破防中国传统心 请你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上星期五结束 美国与欧盟通过那次会议宣布将把应对半导体产业中的 中国干预行动延长三年 而在传统芯片领域 双方更是将共同应对中国的市场垄断 下面请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助伦敦特约记者 李博安的报道 张伟 好的宇州 李博安的报道中说 此次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部长级会议的会后声明中指出 双方计划共享关于非市场政策的实践的情报 并协商制定解决全球供应链机型的具体计划 欧盟将评估传统芯片的可信度 这项调查有助于了解中国在该领域的巨大产能会如何影响欧洲市场 传统芯片主要用于汽车、飞机、家用电器、宽带设备、电子消费产品、工业自动化系统、军事系统和医疗设备的生产 虽然称为是传统芯片 但该芯片的应用非常广泛 由于获取先进芯片的渠道有限 中国政府在成熟芯片技术生产上的投资大幅增加 去年9月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400亿美元的国家支持投资基金 以加强国内半导体生产 美国商务部于去年12月已经宣布将调查美国关键行业对中国制造的传统芯片的使用和采购情况 评估半导体供应链对中国芯片的依赖程度 雷蒙多指出 欧盟也将很快进行类似的调查 双方计划分享调查结果 欧洲亚洲研究所的高级助理研究员张俊华博士认为 欧盟会比美国应对中国的反应更加缓慢 他说 当然欧盟本身比美国有一个弱点 就是美国是再怎么样 它好几个州的话 那但美国这个还是一个整体 你欧盟的这个整体呢 就是说更松散一些 你越松散的话 那你的这个这方面的各方面的不同的 对中国的不同的做法就更多一些 那么这样就是也给那个欧盟领导本身 造成的困难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 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可能会依靠所谓的友商 从包括印度在内的地缘政治盟国进行生产和采购 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欧盟和美国还可能提供进一步的补贴 鼓励国内代工厂生产更多的传统芯片 在价格战中生存下来 随着最近通过的两项芯片法案 欧盟和美国已承诺在未来十年内 向半导体行业提供约860亿美元的补贴 不过观察人士担心 假如特朗普卷土重来 可能会导致欧盟和美国 以及其他盟国的协调出现变化 根据欧洲通讯社的报道 欧盟委员会正在建立一个结构化的内部程序 为美国总统大选的所有结果做好准备 宇州 好 谢谢张伟 分享美国之音助伦敦特约记者 李博安的报道 欧美联手破防中国传统芯 马上回来 节目最后 我们将关注美国热搜 西方媒体称 习近平提振经济手法都是昏招 请你不要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节目最后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刊文 评述习近平关于中国超越美国的招数 文章称 习近平那个包括心智生产力在内的重组经济计划 融合了经济乌托邦主义 中央计划和对安全的痴迷 而这正是习计划的重大缺陷 下面请听 美国之音 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报道说 习近平希望通过国家力量加快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使中国实现内循环 抵御美国的侵略 中国将进入电动车 锂离子电池 生物制造和无人机 低空经济 大规模生产的黄金时代 习近平的最终目标 是扭转全球经济的平衡 然而 习近平的计划 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 一个缺陷是他忽视了消费者 要在房地产不景气的情况下恢复信心 从而刺激消费者支出 就必须采取刺激措施 要让消费者减少储蓄 就必须改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 并进行改革 向所有农民工开放公共服务 习近平不愿意接受这一点 习近平厌恶拯救投机性房地产公司 或向公民提供保障的想法 习近平去年说 年轻人要艰苦朴素 要自找苦吃 另一个缺陷是 国内需求疲软 意味着一些新产品必须出口 遗憾的是 世界已经从2000年代的自由贸易中走了出来 部分原因是中国自身的重商主义 美国肯定会阻止 从中国进口先进产品 或中国企业在其他地方生产的产品 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 一下飞机就告诉中国的同行 中国产能过剩 尤其是在清洁能源产品上 让世界无法承受 大补充说 这不仅仅是美国 很多其他国家 包括墨西哥 欧洲 日本 都在感受到中国在这些产业的大规模投资的压力 欧洲恐慌中国车队会消灭七汽车制造商 中国官员说 他们可以将出口转向发展中国家 但如果新兴国家的工业发展 受到新一轮中国冲击的破坏 他们也会变得警惕起来 中国占全球制造业的31% 在保护主义盛行的时代 这个数字还能高到哪里去呢 最后一个缺陷是 习近平对企业家的看法不切实际 然而企业家却是中国过去30年繁荣的源泉 政治上受青睐的行业投资激增 但资本主义承担风险的基本机制 却遭到了破坏 许多企业老板抱怨习近平的决策难以预测 并担心遭到清洗甚至逮捕 故事创下了25年来的新低 外资企业小心翼翼 并出现了资本外逃和富豪移民的迹象 除非习近平解除对企业家的打压 否则中国的创新将受到影响 资源将被浪费 更糟糕的是 习近平不平衡的增长模式 可能会破坏国际贸易 如果是这样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既然这些缺陷显而易见 中国为何不改悬更张呢 原因之一是习主席没有听进去 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中国对外界有关经济改革的观点 持开放态度 中国的技术官僚研究全球最佳实践 欢迎激烈的技术辩论 然而在习近平的极权统治下 经济专家们被边缘化 领导人过去受到的反馈意见 现在变成了阿谀奉承之词 习近平不做出改变的另一个原因是 他觉得国家安全现在比繁荣更重要 中国必须为未来与美国的斗争做好准备 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 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 中国和全世界都将感受到 习近平这个行动的后果 听众朋友 以上是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 齐啸天的报道 西方媒体称 习近平提振经济的手法都是昏招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你说再会了 今天的编辑是陆阳 导播张伟 我是宇舟 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